大家好 我是陳的黃 右前輪也在短 左前輪沒有辦法動 為什麼因為左前輪有差速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就動頭前輪 很容易所以炸不如拍而已 它這裡就形成了一個胎面 其實不會搬車的 你們不用怕 因為它泡在上面 車速如果夠快的話 就出去 YA 4X4是多少?16嘛 有什麼意思? 其實它應該是叫4WD 就Fullview Drive 就是四個輪子的轉動的意思 有四個輪子它都會走 Drive的意思 所以其實4X4指的是4WD 那我們通常大部分的車 它又會分是4H跟4L 4H指的是跟你原來的檔位是一樣的 你掛在一檔 假設一檔可以 油門加到3000轉是跑20公里 它就是一樣 但是打到4L的時候 那通常它會只剩10公里 各位都知道 如果說我們去爬山爬很陡的時候 或是大家去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們用腳踏車來做比喻 我們變速箱的主傳動 就是我們騎腳踏車的後輪的 那個12345678910 那個時速指的是後輪 那前面的多了L就是我們腳踏的這個位置的齒輪變小 它就是變成我們的那個齒比變降低的意思 變小就要踩很多次 踩很多次就代表引擎鑽很多次的意思 那相對 各位它速度慢 但是它就可以載很重 那這是什麼情況下要用 就是說好 很困難的地形 比如說前面有很多大石頭 各位你要特別記得 前面有很多大石頭 你不能這樣就給它撞過去 你很快速撞過去 輪胎有些時候你的角度不對的話它就破了 輪胎其實只有胎面比較強 胎壁其實是軟的是很弱的 所以那個時候你的車子就很容易爆胎 所以要用low gear就是打到L的時候 就比如說前面有個很大的石頭 很重的東西你要拖的時候 你就是打到4L 但是這個又有一個問題點 因為它的目的就是讓你可以載很重的東西 但是你是要走很好的路 很蜿蜒很陡的路 但是你不要四輪傳動 各位為什麼說不要四輪傳動 是因為當你車子打到4H4L的時候 我們的車子的前輪的轉速跟後輪會一樣多 這個就會有問題 因為各位你看嘛 我們一台車在原地轉一圈 假設你把我們把輪胎往左邊切到底 好 車子在原地轉一圈 假設這是左輪 它會形成一個這樣的圓 我們單指前輪就好 我們不講四個輪子 我們單指左前輪 那左後輪呢 它就會這麼多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它在地上你們有空你們去看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場地 我就不示範給你看 所以它會形成兩個不一樣的圓 所以它會太窒了 所以各位你如果說 你切到四輪傳動 轉彎轉不過去正常 很多人說 以前ESCAPE最多的顆速說 四輪傳動以後車子會叩叩叩叩 甚至也一直嚕 會一直往前督 車子不會轉彎 就是因為它的輪胎要走一樣多 所以這個會有問題 所以各位特別記得 大原則 所有的四輪傳動的車子都一樣 除非它有中央差速器 所以乾硬 各位記得兩個字 乾硬的路面都不能開四輪傳動 所以我說4L的車會有一個問題 一個盲點就是因為 它如果前面的HUB都是自動的話 你有時候你要爬很婉顏的山 但是路況又很好 怎麼辦 你只能很小心的去開它 我講的是很陡的路 但是它是水泥路面 又是乾的 你就要很小心的去開它 萬一你的 我們的4H或2H 爬不上去的時候 各位應該有遇到嘛 那種產業道路很多 它都是有打水泥啊 那你只能 可能要靠衝還是怎麼樣 就是你才能夠衝得上去 但是你千萬不要就是把它 切到4L去 因為我們這種車 你如果遇到很陡的路 但是又很蜿蜒 但是它是硬的 你也不能夠直接把它打到4L去 所以它一定會找一個最脆弱的地方 壞掉 因為它走一樣多 它會互相推急